9月21号上午9点21分 中央发布国家级警报 国家防灾日演习正式展开 南投高中师生掌握趴下 掩护稳住抗震保密要领 迅速在掩体下避难 等待地震烧歇 在师长指导下 依照紧急避难疏散路线 迅速到操场等空旷处避难 南投高中非常感谢教育部 指定我们为全国防灾日的示范学校 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学生 因为平常的练习 等到真正发生灾难的时候 就能够保平安 我想除了练习之外 最主要是宣导 我们每一个人平常要注意灾害的防治 跟灾害的逃生避难的方法 那目的就是要使大家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南投高中办学基校卓著 这次更获得国教署 指定为示范观摩学校 对各项灾害进行扩大研练 以验证校园各项防灾作为 在县府警察局以及消防局的支援下 从疏散应变 伤患救治 外力入侵 以及火灾处置上 皆相当确实 也获得现场来宾的肯定 今天也看到了南投高中 他们做过非常好的一个沙盘演练 整个六大项的一个 逃生应变的紧急应变的一个 要领都做得非常的确实 那也给予了我们所有 现在的学校非常好的示范 那我们也在这里 也是要勤勉我们所有的学校 平时应该做好防灾防救的一个 扎根的一个教育 让灾害发生的时候 孩子们不会进方 而且不但可以自救还可以救人 各项演练科目上都表现得非常好 那我想所有的全体师生 把这样子的防灾计划 防灾知识升值在自己的头脑里面 而灾害永远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来临 但唯有做好最好的 这个防灾的知识跟动作的准备 才能把灾害发生时降到最低 近期时常传出 外力入侵校园事件 在这一次的防灾演练中 校方也纳入了演习事件 让校安人员了解处置要领以及因应作为 并在地方警力的介入下将伤害降到最低 国教署我们也要求学校能够融入人为灾害的演练 那除了一般的防灾作为 在学校的师生仍然要防范随时外力的入侵 这样才能够确保师生在学校学习的安全 以及安全的观念能够伸直在教师跟学生的心中 安全是学校最重要的基本要求 防灾素养的提升与危机意识的建立 有赖于平时的演练 南投高中在演练中将防灾观念伸直师生心中 提升防灾应变能力 确保校园以及师生安全 记者张东人南投市采访报告